大家好 我是九指玩魔阿姆維 這次要介紹的是Figura Standard Amplified Belusefmo 墮天地獄獸 人氣極高的角色 外型是黑色雙槍 背骨傲嬌惡魔 男人不壞女人不愛的王道帥 劇情走的是七龍珠達爾風格 因為渴望力量墮入魔道 為了贖罪轉陣後成為最強助權人 後續強化型態又是大翅膀 加上主人給的羈絆玩具槍變化成了大砲 台灣還加碼給了這主角取了墮天地獄獸 這炫炮中二感爆棚的名字 媽的這種及所有人氣要素與一身的角色 怎可能不紅 所以我本來不看好這隻 覺得人氣角色萬代一定會亂做 結果這隻的品質我還真的有嚇到 而且完全分色可動又高 模型組裝完後還沒有剩下任何的軟膠零件 或兼用其他支的廢件 完全就是有真愛的設計師替這角色量身打造的套件 很感動 這盒真的是必買款 墮天地獄獸內容物包含本體 組裝雙槍一把 握槍版的手掌 小腿掛槍架 支架輔助零件等 個性極為驕傲 渴望力量侮辱歧途進化成墮天地獄獸 並殺了女主角蘇莉的數碼寶貝獅子獸 後來被野澤鴨子奶奶紅蓮騎士給揍了一頓 轉正成為最強助權人 最終戰雖然沒有憑自己之力救回蘇莉 但演出夠燃夠片眼淚 雖然套入老梗卻是把老梗寫得好 成為經典的模範例子 而商品外觀基於增幅版的規格 增加了新的造型設計 加上萬代宇宙第一技術列的 斜門分件分色 整支除了眼睛貼紙 跟服裝的骷髏用貼紙外是完全分色 嘴鍵如果憋了半天也只能找到 沒有表情變化這缺點 真的是很屌很帥 頭部造型銳利複雜 尤其頭髮尖到刺手還特別做兩層分件 讓玩家好組裝 眼睛部分萬代當然是不會給以上色零件 所以是貼紙 但貼紙貼準了問題也不大 但中間的第三隻眼因為是圓形 所以貼紙的效果不好 感覺可以做個透明照之類的裝飾 或直接改第三隻眼的造型設定會更好 不過這支因為劇中表情的變化是很大的 但這支沒有替換臉 只有面無表情有點少了變化性 身體是這支最屌的地方 組裝很簡單 分件很單純 但配色完整 每個零件也都很精細 最神來一筆的是中間的拉鍊分件 設計同樣簡單 卻成了整個身體最顯眼的存在 背後的四個類似髒辯的觸手 也替這支增加了有趣的特色 更近看細節 不管是小外套邊緣的鋸齒 下方的骷髏鎖扣 主軀幹的拉鍊分件 寬部的腰帶外形 與巧妙分件上下皮帶扣細節都點到滿 也能看出這支是從外觀設計 把開模跟組裝整合在一起 進而達到宿主就完全分色 技術很成熟的套件 雙手跟身體一樣分件優秀 從肩膀的骷髏頭到上臂 共有三個顏色的層次感 以及雙手夠分量的大爪子 好看也很爽 左手上臂從進化前的小妖獸 成績而來的頭頸也完整呈現 造成左右不對稱的視覺效果 雙腿又長又黑又有特色 大腿同樣僅用分件就做到有點層次的視覺豐富感 而且可動完全不會被外形所干涉這點很加分 腳掌後腳跟有跟牛仔一樣的齒輪刀增加了可玩點 不過小腿的分件設計過於粗暴 導致中間有很明顯的縫隙 加上腳踝關節旋轉時容易造成小腿零件崩開 縫隙會變得更大 尾巴是用鐵絲串連美睫分件而成 所以雖然有玩過頭鐵絲會斷裂的風險 但總的來說是個不錯的設計 雙腔雖然拼裝很簡單 但外型很完整 份量夠大把 而且腔給兩把就是爽 握腔全頭的互換也簡單不繁瑣 這支真的不是我吹 但各方面都能感覺得到用心 腔可以用額外的零件外掛來達到 鑲嵌在小腿上的設計 而且安裝的點剛好可以讓手正常握到 擺拔腔動作時很自然 另一把槍是按照原作設定能背在背上 而且四根觸手能纏繞槍身裝個樣子 設計上也是很有趣 比較的部分 墮天地獄獸除了人氣高 正常人類體態而非獸型是他的另一個優勢 因為玩具好設計好做叫主流 所以只要數碼寶貝商品線 幾乎都會看到這支一點也不蒼蠅 也不暴死的獸獸魔王存在 不過和普通的Figura Standard Digimon 比起來身高就真的無法搭 只能等普通版的墮天地獄獸了 而這支跟主流商品比例的比較 跟賣法蘭差不多高 所以這支墮天地獄獸其實是不缺機車的 能搭配的角色很多 接下來進入可動的介紹 這一支不但有優秀的本體 而且有很優秀的可動 肩膀連接身體是一個單向的插銷 肩甲是獨立可動 但他身體裡面有 上下的關節跟 前後的拉出式關節 肩膀上台兩個關節全部用在一起 可以到一個高過90度 那他整個 手臂往前的情況呢 可以做到雙手持劍 所以這一支要做一個很帥氣的那種 交叉設計沒有什麼問題 上臂平面迴旋 手肘二重關節 然後基於他的結構上 所以這一邊這一個是可以做旋轉的 手腕的部分是一個類轉輪的可動 他的握槍是直接拆掉前面的四個手指做替換零件 然後他的這個槍因為是斜的 所以沒辦法直射 那這個時候他的手腕的這個類轉輪就會發揮最大的功效 所以這支的槍口是可以跟手臂整個打平的 手掌的部分四根爪子是黏死的 只有這一個大拇指的部分是一個球關 脖子是二重球關 但是因為他的這個後頭髮很刺 所以 歪頭的時候會捏到這個頭髮很痛 前面兩個鬢角是鐵絲 所以不會阻礙可動 但是他領子的這個毛毛就會卡可動了 所以他的左右看的話 會有局限 往前中二角度沒問題 但往後的話 他的一個往上看的角度覺得不夠大 那轉頭的話在完全中二往下的角度的情況之下 往旁邊轉就會被領子給卡到 所以他越往旁邊轉他的整個 眼神就會越往上看 腹部的話 上面這個橫隔膜這一節有一個 前後的關節 然後再來一個球關可以讓他左右歪 那連接腰部的這個部分是一個單向插銷 他不是球關 所以 前 後 然後轉腰用下面這一個 扭腰 這一隻的腰部可動比較僵硬一點 他這個有這麼多分解 但是全部是一體成型還蠻可惜的 寬部是單向的前跟開 然後有一個 幅度很大的下拉式 跟平面迴旋 這些全部都是單向關節 那在下拉的情況之下 大腿上台可以過90度 非常漂亮 這個可動性已經沒有得挑了 膝蓋 二重關節 直接是對折的狀態 然後平面迴旋 他的這一個 外觀呢看起來像是會跟他的寬部 卡在一起 所以沒辦法再往內轉 但是你只要把他下拉拉到極限 的情況之下就可以用斜切的觀念往內轉 所以這一個寬部雖然看起來有可能卡可動 但實際上是十分靈活的 可動幾乎沒有極限 包含他的大腿外開也可以在下拉的情況之下 來做到一個更大的 大腿開合 腳踝是內轉輪 前 後 旋轉 接地用扭的 但是沒有腳掌 大腿外開跟接地都沒有問題 高貴姿更是極為標準 尾巴的零件是裡面有鐵絲 然後外面一節一節全部是獨立的分件 所以可動還不錯 但是他到這一節往上就是一個裝死的狀態 所以可動都是用鐵絲在動 所以說這個雖然說很靈活 但是玩的時候小弟一點免得把鐵絲弄斷了 就沒救了 背後的這四根髒辯呢 是球冠可動 所以靈活度也蠻高的 結論這支還真別說造型分色可動都跌破眼鏡的近乎完美 數碼粉真的大推這支 就算往後出爆發型態也不用跳過 買都買的級別 現在就等真紅蓮跟墮天爆發這兩個大翅膀佔空間的版本公佈了 本來沒什麼感覺的 現在看到這支墮天地獄獸的完成度 我開始有點期待了 以上就是本次Figurized Standard Implified 墮天地獄獸的介紹 詳細的討論說明請點擊下方的討論網址 喜歡阿姆維敦章請記得訂閱阿姆維丹軍部 阿姆維丹軍部我們下一篇文章再見 掰掰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